歡迎各位收看廣傳媒頻道 何麗瑪和大家主持每個星期播出的金融圈秘密 這個星期都是要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香港的疫情 有鬆綁的措施 安心出行就是廢除了 不用再用了 黃馬都沒有了 不過還要疫苗通行證 有些指定場所還需要疫苗通行證 也有一個叫做阿孫檢測 就是說落地的那些旅客就不需要這個黃馬 真的可以到處走的了 但是都要有證明指定的場所 特別的食肆 也不算是完全放寬 不過就是鬆綁了 但是有些人就說太遲了 你11月金融峰會又不放寬 現在放寬都救不到聖誕 救不到新年 那希望幫助一下農曆新年 那這個是一個更新的 但是在疫情放寬措施宣布這一段時間呢 就收到一些消息 就說香港有一位富商 準備坐私人飛機離開香港 不知道他做生意啊 要去玩啊 怎麽止就被勸喻就是留下來 不要出境 那這個是一個傳聞未經證實 不過由這個傳聞 也都有一些網媒的主持 作為一個話題來談 當作好像事實的話題來談 都未證實的 我們金融軒秘民當然不會傳一些未經證實的東西 不過由這些傳聞呢 都有一些東西要說一下的 就是香港現在的出入境自由 還有因為經常都在說 又封網啊 又封關啊 不過請回來 影響到我們金融中心的聲譽 和前途嘛 那當然要找回我們的神秘嘉賓 Mr.T出來 Mr.T 你好 你好 大家網友大家好 魯總你好 是啊 剛才你聽到我說了 疫情放寬 但是有位富豪想出境就执不了放鬆 就是他就出不了關 傳是這樣傳啦 我們沒得證實 這個英文盛事宿舍有個L的富商 就幾年前都有很多新聞的 在香港 澳門 甚至十年前 是一些八卦新聞的 擔得紙的故事的 今天當然他就退隱了 基本上他的兒子是接行的了 但是他都很多 就是一個很惹火的新聞人物 你聽到這條新聞 坐癡人飛機都不出境 叫他留港消費 什麼了啊 什麼玩法啊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以你金融院的見聞 其實這個 我想不用我在這裏再沉氣說 都應該知道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訊號 因為我們說可以說一說 如果你說這個大媽撒 L先生 他坐私人飛機出境的 他都被勸於留港消費 那就是說什麼呢 第一就是證明 可能這個港共政權 接到命令 叫你這個大媽撒一個一個坐定 不要走 在香港 好了 如果你要關門 你香港的事實當然是沒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 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自己在金融市場裡面 就是沒有秘密可言的 所以沒有秘密可言 就是多多少少你會聽到一些 這樣留的真的 你當然 不會一個很肯定的答案 但是呢 慢慢慢慢 會證實 那些書是堅定留的 你問我聽到這件事之後 我自己的趨向 我相信 信的成份是大於不信的成份 因為 你看港共政權 最近這樣的做事的手法 第一 他是快捏車線公者太假 不用說了 第二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也多多少少反映到 我們偉光正的共產黨 是真的沒有水 那沒有水了 他一定要留著你的人 所以呢 發生了這件事 而且如果 這個L先生 真的 之前有這麼多 這麼多地方 也有 有些 有些東西纏著他的 那就更加不會這麼容易 讓他走 而且最慘 這個L先生 他出了名 其實是正常的有錢人 我有時間是自保 我這麼多錢 我怎麼可以給你收光 所以其實之前都傳他說 有一些錢 有一大筆錢 當然是 就已經 匯了海外了 那 哪個地方不知了 但肯定不會先回大陸 也不會去北韓 或者俄羅斯 是吧 所以我就覺得 這件事 如果這樣搞下去 傳傳傳 如果真的證實了 這樣就死了 好了 就算現階段 不可以證實的 那你想想 你作為 如果假如 你作為一個富豪 你聽到這樣的事情 你證實不了 但是你自己會怎麼想 你是不是都想著 喂 那我真的要 契弟走得摩 或者要作好準備 還有那些這麼有條件的人 他要準備 相對 路總和我 都容易了 是不是 嘩 你這麼看損我 什麼 好失望 好失望 那沒辦法 好失望 說到 我都是說事實而已 忠言逆語 路總不要怪 事實而已 假事實 你真是當那些隱形富豪 我們是精神富豪來的 就不像你那些這樣的 那麽試繪的富豪 我們精神飽滿 富足 所以都是富豪 不過就是精神勝利法那一隻 說回這位 Elro先生 就是 不走得 不走得 就是會不會有一個信號呢? 就是 香港很需要留下一些富豪的韭菜 不要再就是盯著那些 就是 就是很 很細矮的韭菜 富豪韭菜才是共產黨的囊中物的主菜嘛 那會不會香港會遲些 有錢人呢 就要共同富裕的先升呢? Mr.D 我就覺得絕對會是這樣的 除非我的願望呢? 就是我有身之年的願望成真 這個偉光正的共產黨 就是PK陷黨產 如果不是呢 我覺得絕對會發生這件事 一來都看到香港的趨勢 這件事 真的越來越不行了 我們再說回軟一點點 不要只說香港 最近我想 都在網上 或者很多都證實了 這些大陸的所謂富豪 譬如這個蘇豪中國的潘石日 或者馬雲 現在馬雲 馬雲在日本 在雙巾 或者張藝謀 馮小剛 都潤了 潤即是走路 英文叫RUN 國語讀出來叫做RUN 是的 都潤走了 那為什麼 他們這些 比如說張藝謀這些 有頭有面 他應該就相對是沒事了 但是 在共產黨眼中 誰敢保證 除了自己當權那個 習總 他都保證不了自己 你不要這樣說他 他現在都周身矮 他都很危危符的 他心理狀態 和他的危機意識 他一定要拿著權 他知道如果他 一沒權 或者被人踢低 他就真的全部散了 你不要說他很定 我不是說他定 所以他更加要 他想像中好 事實好 想像中好 他的對手全部 含包散 因為如果不是 他怎麼可以坐得穩穩這個位置 是吧 那好了 說回這群富豪都走 其實這群富豪在國內生活 他絕對知道裡面是什麼事 也都見過在官場上的事情 還有阿魯還有人不要忘記 這群富豪 除了馬雲 比他年輕一點之外 全部都是有經歷的 不如張藝謀那些 是吧 全部都經歷過文革的 難道他看不到什麼嗎 他看不到將會發生什麼 還有現在這樣的趨勢 搞下去 就是這個大陸一定是會發生一些很厲害的事情 等同我之前我們說 我講的那24個字 16個字真言 擋說沒有事慎防有事 擋說小事小心大事 擋說大事是準備後事 根本他們今天是民賭財 是不是 是民賭財 所以一個月都走 還有除了這幾個走出來的人之外 譬如我自己親身經歷 老總記不記得我前幾集 好像跟你說過 我自己有一些客戶 以前的客戶在國內 他都問我 或者他自己都透露 準備走去新加坡 準備走去新加坡 我可以這麼說 我可以透露多一點 這些客戶 其實香港已經有一筆的資金在了 但是他都想盡辦法 走去新加坡 即是香港再把那些錢 調去新加坡 香港都不安全的意思是吧 是啊 香港調去新加坡不再說 甚至現在國內想有的都調走了 但是奈何現在不是說走就走 是不是 所以 也可以叉開少說 為什麼之前那些所謂 什麼加密貨幣炒得這麼便宜 就是其實 現在搶回來了 就是很多大陸佬 利用他們來走資而已 嗯 利用他們來走資而已 那當然現在倒閉了 我們是靈異了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 我之前有一些客戶 明明已經有筆錢在香港 去都不放心 還有 我可以再說一些背景 這些客戶呢 其實當年是用什麼 條件來香港呢 是用投資移民來香港的 嗯 嗯 那有很多呢 都已經夠七年了 甚至有些人要拿 有身份在香港住的 是啊 是啊 其實我們什麼時候都在香港住了 只不過要住那七年 為什麼呢 那有些其實是夠的 那當然有些不夠 但是他都不放心了 以前就覺得香港是一個避風港 現在香港都不是了 他有跟我透露過 他說明年年初 會去星加坡 就是說 我預計當然是這個偉大中國的開關 那我 我只能找到他很白癢 他說 那你去星加坡考察啊 還是有些準備啊 你知道 就是跟他們說話在電話裡 就不可以這麼公開的嘛 他說其實都是有些準備的 意思就是什麼呢 我猜啦 希望我不會猜錯 我也相信我不會猜錯 他其實就是想去新加坡 搞一個類似的所謂Family Office 或者是怎樣都好 總之將錢不留在香港 不留在大陸 好了 說完這個之後呢 也可以說說 那些大媽媽不用說就怕了 看到這個L軍 被人勸流說消費 那我深信他們 都可以自己各自盤算 怎樣可以安全離開 或者想走就走 是不是 好了 其實說開這件事 我剛剛其實剛剛這個星期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今天是星期二 就是播出那時候是星期三 剛剛其實我剛剛應該是 我忘記是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是幾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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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朋友 就是香港的朋友 是老朋友來的 老總之我多老 我又和我差不多老 他是有條件的 他是有條件的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失驚無神 主動走來問我 說想在一間 在哪裡開銀行戶口好些 那他就說 有一間香港自大的美資銀行 就說 不如你開個離岸戶口 那他一這樣說 我就警告他了 我說你不要被他哄到 我說離岸戶口 和你的海外戶口是兩回事 因為有很多人 我發現為什麼這次要這樣說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可能還搞不清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集的 那可能他不是我們的網友 不是我們的聽眾 唉 真是不常聽金融圈秘密 真是失了很多秘密 那怎樣也好 我就跟他說 我說搞清楚 你離岸戶口 和你的海外戶口是兩回事 好了 即使我當我理解錯 離岸戶口是沒有問題的 你開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為了保障自己 我們為什麼不確確實實 直接去新加坡 開一個海外戶口 跟香港完全無關的 有什麼事 不受香港管的 是的 有什麼事 最多是李軒龍說要動你的 那如果李軒龍動你 我就幫不了你 現在你知道 香港港共政府不是的 他說動你動你 譬如最近有一件很震撼的事情 可能香港要出生人 都沒有什麼都抓錯了 就是黎智英那件事 有什麼可能這些所謂合約糾紛 要坐五年九個月 就是那個租約為契 是啊 一般都是罰五百皮的 港公子 罰五萬又如何 五十萬好不好 沒有 根本這個 完全不成比例和原系 完全是無法無天的 陳廣池這種狗官 就是這樣是亂來的 是亂來的 這些港共所謂法官 我真的要求美帝 英國政府要制裁這些狗官 因為這樣去助奏為虐 利用了我們本來 行之有效很好的普通法 就被它互亂地引申 怎麼說都沒有可能 要罰黎智英肥佬黎 五年九個月 是不是 好了 說回 如果你罰黎智英這些正當商人 上市公司 可以說充公他的資產 充公他的資產 可以說判就判他 老總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作為一個外資 外來投資者 你還敢不敢來香港投資? 我會深圳 不是我會感覺深圳 深圳很震 深圳很震 不是香港而北的深圳 是啊 這個我覺得絕對 如果我作為一個外資 我真的不敢再來 而且你不要忘記 現在真的在外交困 我講香港和大陸 大陸就說很多走資 譬如我之前有些日本朋友 在這個泰倉開了工廠 當然就不是說 泰倉就是在江蘇 上海附近 上海附近 當然就不是說 好像蘋果廠是誰 開蘋果廠的那間叫什麼公司 富士康 富士康 當然不是富士康的那樣大 但是我也知道 他跟日本大車廠 是有做一些產品的 那第一他就走了 是不是 他也走了 那 還有你也聽到 譬如我們之前也講過 譬如說這個 鏈朗上基 在珠海都走了 是不是 現在聽到 外商走了幾年 最關鍵的很有代表性的就是 江澤民雖然死了 他的孫江志成 都將他那間 什麼薄的那間公司 都搬到新加坡 整間搬走了 就是了 為什麼姓江這些所謂 這些就是大貪官 後人都富三代 紅二代 紅三代都要走 因為他們最清楚危機所在 或者他們最懂 先天下之有而有 就是變得好像 礦坑裡面的金絲鳥那樣 絕對是 如果在大陸來講 有什麼毒氣 有什麼 就是有毒的氣體 這些鳥子首先中毒 然後就呱直 他們是這些聞得到 這些毒氣的人 所以 在沒聞到之前 就馬上散水 免得自己被人毒死 是啊 那你說回來香港 現在香港 你還有什麼條件 去做這些所謂金融中心 你看到肥老奶這件事件 肥老奶這件事件 就是一個普通的 就是所謂商業行為合約 糾紛 你都可以判他這樣 那搞到你想想 最近 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 出聲不再說 連英國都出聲 英國相對是比較深沉一些 倒手一些 內斂一些 他都出聲 那你可以解釋 因為肥老奶是英國人 所以英國不能不出聲 但是又如何 是不是 就算英國不出聲 都是一個政治姿態 但是最關鍵就是 會不會有跟進的行動 例如制裁相關的官員 檢控方面 法官 警方 國安調查 這些這樣的 相關大小官員 這些制裁才是最能夠 但是 但是西方社會 會不會再 好像黎智英案 現在剛剛開始 他們用另一宗 勾結外國勢力罪 本來要請英國法官 現在呢 就是香港律政司 一直上訴 去到中院都是輸 想說阻止他 請英國律師 Tim Olwen 現在說要去人大常委會上訴 到我們錄影 就是星期三播出的時候 估計人大常委會都沒有把 這個李家超要人大釋法 說這些沒有香港全面7月資格的 沒有經驗的外籍的律師 是不是適宜參與 辯護國安的案件呢? 那麼人大如果12月27日開那個常委會 沒有討論 會不會遲些再討論呢? 還是不討論呢? 這個都是一個 暫時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黎智英那個勾結外國的罪呢 就撥到去 延到去2023年 就是明年的9月25日才正式開庭 又要繼續坐 反正他現在都在坐著了 坐著5年9個月 那麼他真的 就是廣告就是想坐穿他 要他坐穿監牢 要他在監牢裡面中路的款 Mr.D 正確實是 我們不要說說肥佬麗那件事 其實肥佬麗以前是上市公司 是不是? 我知道看到 你隨時說動我便動我 完全可以不說理由的 或者根本不守規矩去做事的 那就糟了 我知道我還敢不敢來 好了 其實我也想說一件事 我不知道老總議有沒有聽過 在香港股市裡面 有一個叫股壇長毛呢 David Webb 是 有聽過 他現在我們還是在香港 其實這個絕對是一個好的指標 如果你不知道哪一天 失驚無神聽到 David Webb被人動了 或者頂不住要離開香港 或者被離開香港 那你就有一件事證明 香港玩完了 不知道玩完了 是玩能完 是吧 當然現在沒有發生 我們希望不要把嘴巴說中 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天 各位好自為之 如果真是David Webb都要散水 或者有被人找他麻煩 那就是非常大事不妙的 因為他對於股壇 對於很多道假的案件 基本上是香港股壇的打架大師之一 是吧 絕對是 那好了 如果股壇的打架大師 我們不要說他了 現在不是說很多 現在不是說 又放寬了一些限制 又說大陸的疫情可以 不需要檢測 那香港現在竟然有些人 我不知道是老長這麼留意 就立刻推介些什麼房地產股 收租股 房地產股 是一個好投資 那我真是 投資大陸 不是 香港 大陸也好 香港也好 怎樣也好 我經常都說 我們這個節目 不是教人家怎麼炒股的節目 不過我就覺得 各位看這些消息的時候 就不會有人說什麼 你相信什麼 自己想想 還有看現在市況是怎樣 就是根本好像我這樣 現在市場 精神分裂 一邊 有些人又說買 買收租股房地產股 但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老仲剛剛 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時候 呢 有傳聞 說 施老闆 賣樓做存款 因為他對樓市死心 他說 施永禎也是地產經紀裡面的大哥大 他寧願套現 是這個意思嗎 說就這樣說 那這些我不知道 因為始終他自己個人 就是不愛磚頭 愛現金更加 是啊 不愛磚頭 愛現金 很反常 是啊 這個就是經紀龍頭大哥 就自己這樣做 是不是這樣做 有待政策 但是最近聽了一些言論 他這樣對樓市死心 另外 那些 那些 財經演員 就說 推介你買這個 地產股 收租股 那 我想 如果各位又上這個YouTube 或者 大陸 台灣也叫做油管 他們的YouTube叫做油管 我也看到很多香港市面上的凋零狀況 什麼嘉年威老道 什麼灣仔 銅鑼灣 那些不用說 旺國的名字已經夠諷刺 旺國一點都不旺 現在旺國變成了好像死城 不要說旺國死城 不要說你這麼低 低 低端人口去的地方 那些高端人口去的地方 搞錯啊 搞錯 我們經常出沒的 在香港的時候 你暗示我們低端人口 剛才 難怪你說我們這些窮鬼 我都明白你的心意 是啊 你知道我見高敗見低也 但是最近現在見高敗不下 如果文書聽我說 什麼海港城啊 海運大廈啊 都靜過鬼啊 喂 佳節當前啊 聖誕新年啊 你這麼說 你這樣唱衰香港 哇 你整年的生意 就準備就靠這一兩個月 由聖誕新年 哇 大法例事的啊 你這麼說 哇 老總 這個不是你跟我講不講的 是市場告訴你知道的 那你到時候 就是聖誕過後 新年過後 看一下 市道如何 是不是 這些數字就不會騙人的 除非你造假 就是好像明明 現在沒有14億人 14億人 你都還說有14億人 那就沒有話可說 是不是 如果你如實報導的 數字也騙不了人的 那 講數字騙不了人呢 就看一下 聖誕新年之後的 市場的狀態 就是營業額 和他們的市況 以至到他們那個鋪面 就是 現在有互聯網很快看到 即時即現場 直播就知道了 那實際上 香港社會的自由度 已經是不斷縮緊了 一壓縮就縮了 那麼自由經濟體系的特色 又不斷減少 那麼又走人又走資 我們這個《金圓圈秘密》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那麼這個趨勢呢 就是有增無減的 就是人財兩失了 人又不見 錢又沒有 所以說有條件的人如果想離開 就好像這個L先生那樣 都被人勸不要留下來 就是不要離開要留下來 那就等於變相 會不會搞一下搞一下呢 香港呢 就會突然間有一天 真的出境啊 都有限制 或者是網上的資訊都受到限制 你看一下現在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不斷擋著Google 關於國歌 就是義勇軍進行局 沒有置頂 哇 他真是平行時空得很緊要 完全不知道 人家那些是因為搜索的頻率 這個流行歡迎程度 而決定用AI去決定他那個 置頂的位置的 除非你出錢買廣告啦 喂 鄧炳強都不是很老 竟然這些知識都沒有 是不是真的好令人失望 這個保安局局長怎麼做啊 連網上這麼簡單的資料啊 他都不掌握啊 Mr.D 你有沒有想像鄧炳強 居然不知道這些國歌這些這樣的歌曲也好 或者是一些文章 或者是一些項目 置頂的基本 就是我們叫做常識啊 唉 我想他不是不知道的 不過你從這個契弟就衰沽寒 是不是 就是這些錢呢 給大陸拿又多多都給 自己去做這些東西呢 就少少都不肯出 是不是 誰人都知道 這些所謂置不置頂的東西 給錢買的嘛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啦 我想各位網友可以看看 譬如我不是鼓勵叫你們去看一下 你看看有些所謂藍絲的youtube 他們每個都什麼訂閱啊 或者每一集的觀賞人數都很多的 那些是給錢買的嘛 是不是 那些機械人戶口而已 有機械人戶口也有 給錢買也有 什麼都有啦 是不是 不同的路總理和我 每個星期說的 牙血都出 都只有這麼多網友支持 我就是呼籲網友支持一下我們 讓我們不要那麼辛苦啦 好不好 之前我們都很容易 按個like 記得在我們的網友那條片的下面 在左下角就有個like 一個手指公的樣子 大家記得用手指按一按就可以 把這條片射到多些人看 當然大家share出去就更實際 可以推介多些人看 留言啦 給多些留言 給多些like 當然真是支持我們這些獨立平台的 訂閱我們廣傳媒 加入我們必須計劃 Mr.T就是粉墨登場 願意分身幫大家的 這個就講開又講啦 來 現在香港 就是所謂封港封關 就是因為經濟情況惡劣啦 那麼香港現在那個經濟表現呢 已經說了 下年3月那個年度結算呢 台赤會有1000億港幣座底 不會少於1000億 可能會更多 已經是打開好牌的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還可以 就是這樣大花筒 或者是這樣赤字到什麼時候呢 Mr.T 香港真是很擔心 會不會有一天呢 就是因為 又網上啊 又疫情啊 找了很多理由呢 就是把香港限制出入境自由 甚至去到極端封港這樣的 所講的狀態 有沒有想到這麼壞的狀況呢 你 老總 我想這個狀況 如果這樣持續下去呢 我是絕對是會有這樣想的 我們之前都講很多次了 首先就不給錢出 是不是 可能搞到最後 人錢都不給走 那我覺得如果再這樣下去呢 其實很明顯的 剛才你說 坐底1000億 我肯定去過1000億啦 老總 他說坐底1000億的嘛 因為你可以有數計的嘛 我們過去幾年 走成30萬人 是不是 還有不要忘了 那些是納稅 即是要納稅的中樓底柱來的 那幫人是 不用說別人啊 比如小弟自己 是不是 我走了我也不用納稅了 香港 是不是 我納稅都有個數字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又沒有錯了 沒有一塊了 是不是 那你想一下 有30萬人走了 我當裏面 是三分一是納稅的 嘩 都很金的 那裏 是不是 都很金 少了 當然 香港是 因本稅 就很雞 很雞 最重要就是賣地 最重要就是印花稅 兩樣都不行 你看股市 死過立獄了 像阿魯鵝說 雖然最近有少少 就是託市 國家隊介入之後 但是都是 好像 棄藥油絲 痰花一彈 上去 然後又跌下來 又上去又跌下來 過山傘 賣地 現在香港這樣的形勢 真的升到樓 就來 新樓的價錢 更便宜 二手拋出來的那些 就是套現樓 現在這樣搞下去 真的 樓市不行 大陸各方面 整個 中共的經濟 貧臨崩潰邊緣 所以香港 黏著中共走 走得這麼近 其實就是 香港都是 跟著壞 沒有什麼好運行 之餘 還是被拖累 可能就是 不知 衰幾年了 衰三年 衰五年 不知道衰幾年了 也都不知道中共 可以玩幾年 這種情況之下 香港 就是會出現了很多極端 還沒有講 突然間 忽然之間 有些軍事衝突 在香港附近發生 大家不要以為 這些天荒夜譚 以為平行時空 隨時會發生 也都不知道 因為 現在在中南海 那個是打 打這個 沒有張法的 戰爭的 完全是亂來的 你看他 突然間 失一無神 一夜之間解封 是沒有預警 沒有秩序下解封 跟著呢 之前就說 每一個人的健康 最終責任人 就是你自己 真是 Mr.T 認了香港笑話 吃自己 你 有病 有疫情 當然不是 老總 吃自己 現在連累了 加拿大 也有事 我聽說你們那邊 那些什麼 退銷感冒藥 被人掃了 我就沒有空 在這邊去看 我猜到應該 鎖定無幾十次 買不到的了 那些退銷感冒藥 不是吃自己 而是連累 你很發燒嗎 你很發燒嗎 經常都要趕著 買藥 買退銷藥 老總 我們做節目 都要考察一下 民情 才有話說 才有養份的 是吧 我聽說你們那邊 那些退銷戰 都賣光了 香港不用說 我香港有些朋友 給我看一些照片 什麼萬寧 屈臣市 那些 那麼難過價 洶洶如也 因為說退銷法 我知道 但是 如果在溫哥華都 一數如空 或者是 開始斷市 多倫多都一樣的 美國都一樣的 你記不記得兩年前 沒有口罩 沒有這個所謂 個人防護用品 當時呀 那個口罩是給人家 有計劃 有系統地 搜購 然後就運回去中國大陸 你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記不記得 現在又有歷史重演 現在不夠藥 不夠退銷藥 不夠感冒藥 就立刻就是在海外市場 到處搜刮 那所以那些大藥廠 那些股價 如果你是那些投資的大藥廠 還有一段時間發的 做法才會做到你所 但是這樣說 老總 因為這次是由民間引發的 就不是為光正的黨去做的 之前口罩有很多人為光正的黨去做 加上民間 就是民間政府合力 這次我想政府是華之理 不知道路長有沒有聽過呢 這次有些人說 說放寬就放寬 就等你們個人群體感染 群體染疫就是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 是吧 他根本就有心這樣做 那這個真不真不知道 現在事實就是 他們解封了之後 事實他們的公佈數字是多了很多的 那不是有這樣的原因呢 那其實 人家說的數字我都不相信的 我知道 那數字是高度傳移 有幾天就是解封之後 那些感染數字不升反降 很反常 那人家搞群體免疫的大前提 第一有mRNA的疫苗 這些是 不是大陸那種滅活疫苗可以比較的 這些是真正針對到現在這個疫情 特別是Omicron這些 打了這些 打了針就不表示你不會染疫 但是你染重症 或者是有更惡劣的情況的機率就降低的 第二 人家西方搞群體免疫的基礎 就是有一個相對健全的醫療體系做support 你現在大陸的醫院全部都降低的 一到發燒 一排隊 大家就排到通宵都還進不去 排四五個小時現在是最低消費 排十四五個小時是分分鐘 所以人搞群體免疫 你搞群體免疫 是兩件事 Mr.D你不要問鴨絲聽 那倒是 你說兩件事我絕對相信 其實你說說疫苗那方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跟老總 你分享過一個故事 我有一個跟他很熟很熟的律師 我記得當時我問他 你打了針沒有? 他說他會打 那我不是打哪一隻 在香港那時候 他說我會打大陸那隻 國產什麼滅滅營 他說技術成熟些 他真的有捧場客 他現在有沒有說打錯針 我不敢說 但是當時真的有人敢相信 還有這些人不是普通的 那些阿閃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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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如果告訴別人他做律師 你馬上感覺都縮然起勁 覺得他應該有一定的知識 他現在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打了國產疫苗 嗯 Mr.Dee 我明白 明白你這個事例不會孤立 因為很多人是民族主義上腦 很多人是被中共的大外宣 愛國心態是迷惑了 以致不能夠獨立思考 不能夠將中共和中國分清楚 不能夠解釋到一個政權是可以替換的 政黨是可以撿不到政的 只要有選票就可以攀過下台 他完全是沒有這種基本的民主概念 所以就被一些政府的謊言謊 他們說分了 然後頭腦就是民族主義發燒 中共就等同於救國救民 其實中共就和國殃民就對了 是嗎 絕對同意 沒有共匪黨就沒有新中國 很多人相信他以為中國人站起來了 終於有自己國產疫苗了 不想到這個國產疫苗是滅滅疫苗 是沙士時代那種品種來的 是對付沙士這些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已經進入了新的病毒 西方已經開發了一個更針對性的 就是mRNA這種這樣的疫苗 所以西方打的那個抗體的數量 是足夠的 足夠對付 但是滅滅疫苗就是科興和國藥呢 那個抗體的數量是遠遠低於mRNA的 所有外國的疫苗 不要輝瑞啦 莫迪泰啊 Moderna 不要說這些 全部都低過了 那既然抗體的數量不足 那你就對付病毒的能力就低了 這些都不要說了 我們講講講就變了 很多人都說 你們經常都在主張打針 以為打針萬能 記住我們從來都沒有講打針萬能 也都提醒大家 打針之後不表示不會染疫 不過打針是一個防禦機制來的 他說來到這裡 我們都這個防禦機制 都是提醒大家 聽到這位L軍的富豪 是有家財億萬或者千萬 或者萬億都不管了 想去離一離開香港 香港都行不得也哥哥 就是因為中共在香港現在 搞這些這樣的揭骨 令到有錢的磨得肉 沒有錢的也都沒有自由 那就是有沒有錢 大家都平等了 Mr.T 那我們這集 就講到香港人要保本保值的道理了 是呀 還有看一看 剛才我都講過 我絕對相信這個共產黨 或者港共政權 是一陣陣的 好了 先把你全部有名有姓的大媽撒 然後 其實很簡單 他一看你的銀行網 就知道你有沒有錢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他等同 記不記得老總 我跟他說過 2017年那個時候 有個叫做CRS 那我很多大陸客人都很害怕 因為說六百萬人民幣 就要申報了 那為什麼會知道六百萬人民幣 因為第一 你政府會換消息 第二 而根本 你現在香港我絕對相信 慢慢慢慢已經沒有秘密 在銀行網裡面 沒有秘密 對政府來說是沒有秘密 我政府要看誰就是誰 即是說香港和加拿大 有稅務資料交換協議 不是 我只是針對香港 我只是說港共政府 要看香港的戶口的詳情 其實很簡單 你現在銀行不是有些 舉例說有些什麼Premium戶口 有些什麼金戶口 有些人不知道什麼 什麼先進理財 低B理財 很多 那些是用什麼界定 是用你的存款來界定 是不是 用你的存款來界定 其實很簡單 他絕對可以根據你銀行 定那個客戶層 那他就可能逐漸逐漸動 嗯 我絕對相信做得出的 那不恐怖 我絕對相信做得出的 是啊 他都不用再這樣 不是查家宅 查你的財產的了 是啊 他隨時一看都可以查 還有最近 我再說多次 最近不是有說 有些什麼 我所謂的立法會員 有些人說 我們要提倡這個數字貨幣 甚至我現在聽香港的商台 他都在政府宣傳 提議這個什麼 數碼貨幣 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 就是那些匪語 我們要提倡這個 那就是說 等同 如果真的 以後 取消了紙幣 你在一個數字的時候 你的所作所為 你裡面有多少錢 一目了然 是不是 就變成 只剩下一堆數字 是啊 剩下一堆數字 沒有問題 我知道 一分一毫都給人知道 是啊 一分一毫在哪裡洗 去過波蘭街都給人知道 就是說 給他知道都沒問題 而他知道你有多少錢 那就可以逐漸逐漸 來動你這幫人 是不是 我要凍結你的錢 就凍結你的錢 我要抄你這個層次 這個階層的人的家 就抄你這個階層的人的家 所以搞數碼貨幣 就是等於方便人家抄你家 方便共匪抄你家 加拿大我深信是不會的 人家就是 那些公權力 有權勢的人 我們這個話題就解開了 我們或者有機會再講 其他數碼貨幣 我們也接觸過一次 不過沒有時間 再深入下節等等 就是有新聞 有那些激 激的內容 我們再講 今天就講了這麼多 很多謝Mr.T為我們講 L軍這個想出境 據聞就被勸返 然後看到香港那個金融的脆弱的程度 以致到封港所閉關的機會 或者那個可能性不能排除 大家要看路 補本補席 可以join他們 廣傳媒的Patreon計劃 Mr.D 你是否會繼續提供這些具體資料 我絕對會 絕對會 如果各位網友有什麼問題 即管加入Patreon 我將我所知的 一定會告訴各位網友的 是啊 大家可以在留言那裡 提出你們想知道的問題 如果是一些比較私人的問題 適宜在Patreon的會員專屬區那裡提出來 可以度身訂造 回應各位 就不需要把私人公開的 今天就很感謝網友收看 很感謝Mr.T拔口相助 我們下次節目再經過 好 多謝各位 多謝Mr.T 拜拜 拜拜